另外一名20岁的高姓男子 因为长期基欠债务 在2月24到25 一连两天凌晨5点左右 跑到了花莲市的光复街上的 一间娃娃机店 大胆行窃 业者直到28号去收钱的时候 才发现机台里全是空的 初步估计损失近10万元 气得把监视器po网来悬赏 短短一天不到 就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咖 逮到了刑窃的嫌犯 警方最后是依窃到醉嫌 将汤喊送法办 20岁的高姓男子 走到娃娃机店前 东张西望 逛没多久就直接走进店内 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工具 明目张胆地对娃娃机台刑窃 业者直到27号去收钱 才发现机台里全是空的 初步估计近10万元 记得把监视器影像po网悬赏 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先报警 然后警方也有采集自闻 然后也有采集到这样 然后我个人也有po同乡会 帮忙寻求找这个人这样 因为有拍到影像蛮清楚的 虽然有戴口罩 其实特征都还蛮好认的这样 那本所于2月28号受理民众报案反应 在2月25号有一名男子 那手持这个不明钥匙 到他所经营的娃娃机台店内 那开启约20台的娃娃机台零钱箱 窃取里面的零钱 那本所受理之后积极侦办 在3月1号凌晨20 在花蓮市的某一处网咖内 发现这个范贤的踪影 那经代凡所征讯 那范贤坦承这个范刑 范贤指称 那所窃取的账款 那部分已经花完了 那但是后有像这个被害人 协调之后会陆续偿还账款 由于高薪男子并非是在地人 平常在花蓮租屋也没有固定收入 但被偷的业者也是很无奈 他也没有办法 他说他没有钱 然后也没有家人 什么都没有这样 对 然后也没有工作 对 可是我觉得他的 悔改的感觉 让我没有觉得很OK啦 对 因为他就是 一副就是我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态度 对啊 我们也觉得很无奈啊 抓到他是没错了 是 虽然是有嚇阻作用 我就是他也没有办法拿出什么实质的赔偿出来 对我们也是真的损失 我也逃不回来 而且你说开庭等法官判 也不知道是最少要三到六个月之后了 娃娃机台主如果要自爆 不让人把娃娃机当成提款机 还是要额外加装锁头才能夺一份保障 而行窃的高薪男子 最后也遭警方一切到罪寒送法办 记者 许离琴 欢迎联系报导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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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